若白师兄 若白师兄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 等我好久 我不是若白 我是初月 你干嘛喝这么多酒啊 初月师兄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若白师兄呢 若白还没有来 他还没有来 一定是在收我的心 我去找他 白草 若白师兄 你怎么了 我刚才去找沈教练 说你们一夜之夜的事 他跟我说 你们明天会进行比赛 我会为你加油的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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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 不是你 我要去找若白师兄 我 我不是练习渊舞蹈的机器 我也不是不想要若白师兄 我只是 我只是 不行 我先来找剧场的 我陪你去找若白 走 进门走 若一若和初月前辈出来唱情歌 天忆 天忆 你干什么天忆 天忆 白嫂她喝醉了 你也喝醉了吗 这根本就是故意的 小白嫂 你故意喝醉 故意接近春莹哥哥 故意让春莹哥哥抱你是不是 大姐白嫂 你根本就是因为石金散 他们推荐了我 而没有推荐你 你故意抢走初月哥哥 故意当初骄荣我 你不要乱说 白嫂不是这样的人 怎么都是 从一开始我就看明白了 他这个人 就是一个荷刷手段的 你刚开始进松柏的时候 表现得又缠绵又快强 可是因为若白没有选择你 而是选择了秀琴三押道篮挑战赛 他就当众发怒 质疑若白攻击秀琴 后来他就暗恋上了初验哥哥 每天找各种借口去初验哥哥那里 后来 他在训练的时候故意受伤 让初验哥哥心软 每天给他上药 没有 我没有故意受伤 我也没有故意找各种借口 你还利用若白 为了让若白每天更多的时间帮你训练 你还利用他的感情 跟他交往 我没有 够 你看 现在三个人都被女医的神魂颠倒了 你是不是特别满意 可是几白嫂 我不明白的是 既然你喜欢初验哥哥 又跟若白在交往 为什么还要纠缠我哥 廷一 白嫂从来没有纠缠过 你喝多了 跟我回去 我没有喝多 我清醒得很 这几年我一直很清醒 我抢走初验哥哥 抢走我哥 你把我身边的东西一天一天全部抢走 你知道你去韩国这一个月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你每天跟初验哥哥在一起 我每天没日没夜的都在训练 你以为你很了不起 你以为你的旋风三天梯天下无敌 我告诉你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要把我失去的东西 一点一点全部抢回来 我不会再把石青赛让给你 七百糟 我正式跟你宣战 明天 我要堂堂正正地打败你 如果我输了 不用谁叫电梯 事情在了 我甘愿让给你